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英秀呢 似是不经意的一撇 落在了他手指上那一点尚未熄灭的紫盐上 眼里的喜意闪动 他传声说道 你现在能自由掌控天国神族血液的能力了 这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方林传声苦笑说道 我目前也仅仅只能做到这个地步罢了 之所以要炫耀丝的展露一下 是要让这两根墙头草不至于在雷者的极威之下 做出出功不出力的事 这种双面刃的技能 我始终不太想使用 方林漏了这一手 果然表面镇定其实心中恍恍不安的珊娜与德龙对望了一眼 很明显的 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传来了一声凄厉无比的长丝 一行人迅速奔过前方的树林 顿时就窒息了 之前 他们曾经待过的那处小湖当中 体重至少在五十吨重的庞大雷龙正在疯狂的嘶吼着 嘴里将一名正在开枪射击当中的黄斗和暴徒直接咬成了两段 直立起来足足有七层楼房那样高的恐龙人 长长的脖子用力的一甩 那赤红色的双目胸光闪闪 体表高高突出的赤红色肌肉绷得死紧 似乎连坚韧的恐龙后皮也被生生的挣脱了 他猛然间走过身来 粗长将近三十米的尾巴 带着呼啸的风声猛的甩摆了过来 那当真是玉树竖折 玉石石崩 那排正在匍匐放枪的黄斗和暴徒被正面击中 似是十余块杂乱无章的小石头一般直接飞了起来 然后跌落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是半死不活 或者说基本上都没有活的 然而 突然间有一条身影狂吼着抱住了那条尾巴 老胡却是瞳孔收缩 手指的关节啪啪啪的一阵清响 愣笑着说道 是巨石 他的手居然重生了 不过 明显大不如从前 再跟我交手 死的一定是他 这个家伙被斩去的手脚 乃是在黑手党的另一处秘密基地当中调制恢复过来的 因为雷者在黑手党当中权限不低的缘故 所以可以使用这等高科技恢复仪器进行全面的修补恢复 当然 所付出的积分与潜能点也是相当的高昂 若大概是在回归梦魇空间当中修复的整整十倍左右吧 一把抱住了雷龙尾巴的巨石 拳头上骤然闪现出了一团炙热的光芒 然后猛力一拳就直接砸了进去 纤细狂喷 淋得他满头满脸都是 巨石就大口地猛吞着 放声狂笑 纵身疯癫 而那个雷龙长声嘶叫 竟是抽不回自己的尾巴 如此巨力竟然还不如从前 那老胡上次战胜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啊 雷者那个魁梧的身躯 就诡秘地出现在了旁边的一株大树顶上 挺着笔直 雪白的燕尾符在风中被吹得是烈烈作响 而他的手掌伸向了雷龙的头部 然后把盘炙热的火球旋转射出 在黑夜当中拖出了八道火红色燃烧的长长轨迹 直接飞袭而去 埃斯基技能 彗星火焰爆裂机 这 这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 亦或者是最后一次呢 但是就在与此同时 璀璨的荧光闪烁 在黑暗当中圈点出了五六道瑰丽的椭圆形银圈 正是林银绣舞动了加久的银色长斧 斯科恩之愤怒 直接展出了一记华丽若满月一般的银色旋转气劲 欲叛似的直飞而出 拦截在了那八团飞行速度中等的炙热火球的必经之路上 空气当中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 火光朦胧了整个天际 熊熊之中荧光散碎 依然有整整舞团旋转着的彗星火球 未被这一记精灵的眼泪所中和 直接飞出 连续不断地撞击在了雷龙那高达七层楼的细长脖颈上 血肉横飞四处飞溅 在空中燃烧成了团团的火球 落地之后更是沾到寄燃 向周围的植物都引得燃烧了起来 巨大的雷龙悲声怒斯 重达五十吨的身躯终于彻底地失去了平衡 此之巨柱一般的巨腿亮腔踏行 偏偏尾部又被巨石活生生地扯住 终于轰然倒地 渐气的水坏高高激起了近三十米的高空 然后混合着泉勇的鲜血洒落下来 以至于方圆一公里内都下了一场彭沱的雨 雷者是我的 方宁冷笑着说道 巨石交给老雷 剩下的人去帮助恐龙人抵御黑手党徒 就算不能杀死雷者 也不能让他把任务安心地坐下来 何况 现在我们的胜算还很高呢 胡华豪 宁笑着捏响了手指 很明显是信心十足 上次一战他是以不到八成的状态迎战了巨石 这一次刚刚好相反了 两个人倒了过来 老胡本就携着上次的战胜之威 每一步的踏书身上的杀势霸意便膨胀一分 此次他是要将这个巨石击杀在自己的手里 两个人同时感应到了对方所带来的可怕压力 几乎是在同时发足奔跑了起来 没迈出一步 脚下的脚印就清晰一分 到了后来几乎要深陷进小腿 泥土分飞间 两个人似是两头最凶猛的野兽一般 直接撞在了一起 巨石身上那燃烧着的深红色红色痘气 也似乎被禁风给吹散了 积散成了棉絮一般的雾气 而胡华豪的身体上 却多出了几道焦壶的痕迹 就连头发也被热气烘烤得微微卷曲着 方宁此时 虚望着远处高高站在树顶上威严的雷者 微笑着说道 咱们又见面了 尊敬的雷者大人 雷者面具后的眼神 锐利若电 一闪而逝 他的声音 若是远处的雷声一般 隆隆而来 我没想到你竟然真的赶来 若不是我留了一手埋伏 只怕已经被你偷袭成功了 方宁冷笑道 哼 你现在父辈受敌 我就算弹簧而来 你一样是局面尴尬 我若是你 一发现我的出现 一定会选择马上撤退 既然你没有选择撤退 正所谓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那今天这儿 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了 雷者 握紧了权杖 冷笑道 说大话 都是不用钱的 方宁则是一帅 说道 你刚刚有没有收到孟眼印记的提示 说杀死了我们的人 那代表什么呢 雷者大人 您难道不知道吗 雷者不答话 他的瞳孔收缩 眼睛突然间闪现出了 那把可怕的反弃材 狙击步枪 在这样的黑夜里 他一身白色艳尾服 岂不是一个绝好的靶子吗 对于黑手党当中的声望 已经升级到了 崇敬等级的雷者来说 他自然十分清楚 那一架改造过的 OH6重型运输直升机的防御力 那是有多么强 远程防护的无形能量盾 那可是高达三万以上 但是却是被那把枪一枪烘透 那也就等于说是 雷者虽然非常的自负 自视极高 他引人也觉得自己身为 梦魇世界当中十大强者之一 但是 也还没有盲目到认为 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挡下 这一枪轰击的地步 他的心思在飞速的闪耀 转动了起来 怎么可能没死呢 情报探测显示 只要杀死了那名瘦小的家伙 那头十分棘手的计划 召唤物屠夫也会跟着消失 纵然那个小个子被屠夫拼命保护住了 可是屠夫这个等级的召唤物 在受到轮回者攻击的时候 承受的攻击乃是同防护罩一样 无视防御 全额伤害 生生将我的八级彗星火焰爆裂机 都承受了下来 没可能不死的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但是 确实没有提示 我杀死了那个小个子 按道理来说 这是不可能的呀 方明却根本不给他 以从容思考的机会 唇角露出了一抹冷笑 手中荧光闪动 已经持着特维斯配枪 直接大步地喷冲了过来 两个人 同为精神力特长者 擅长的也都是长距离对战 但是方明这一冲一突 赫然间在气势上 就占据了上方 充满了一种 一往无前的惨烈架势 顿时就将雷者 居高临下的优势 全部完全给抑消了 其实 这也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要知道 现在他对雷者的能力 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两个S级技能 霸气阴灭阵 为高消耗的控制技能 彗星火焰爆裂机 为低消耗的点面攻击技能 他还曾经动用了手上 那把权杖 施展出了一个防御技能 再加上此时能够轻易地 站在树顶的反重力技能 这种种组合 乃是标准的控制加火力输出的最佳配合 因此 雷者在学会强力的近身攻击技能的可能性 实在是非常的小 纵然真的有 估计也是用作逃走防护的居多 而雷者之前得到方林的情报 却并不多 尤其是方林动用了天国神族血液时候 发出的那一剂 KOF八截级当中 荒狂电光大蛇夏尔米的超级强力技能 无云之雷电 这很容易就将雷者的想法给误导了 令他有所顾忌防备 因此两个人的实力看似并不对等 但是却被方林已有心算无心 占据了战略上的盛事 雷者的实力虽强 还要顾忌到隐藏的屠夫 更有着情报的误导预判 因此方林这一冲 竟然有了一种令他强烈挫败的颓废感觉 一切都似乎是完全失去了控制 就仿佛是驾驶着一辆法拉利 跑得正嗨的时候 众人间发觉这刹车失灵了 方林此时的头发 在空中激淡着 他在激烈的奔跑当中 感觉到自己的体能都在升华似的 在距离雷者三十米的地方 突然间跃起 在空中一个翻滚 扣动了扳机 倒树子弹 生成甩射 火红色的光芒在空中高速的凝聚着 然后形成了一盘炙热的火球 呼啸着向着雷者射将过去 雷者魁梧的身形 平立在了树梢之上 看似丝毫不变 但是就在火球飞出的瞬间 人已经到达了树下 火球轰然激在了他先前所站的位置之上 爆炸开来 迅速地将整株巨树都照亮点燃 火焰熊熊燃烧着 仿佛一只巨大的火炬一般直冲天际 雷者就在心中暗自冷笑 身上的雪白燕尾夫是无风自动 就算方明不发出这一击 他也势必会从方才高处的显眼位置切换下来 避免被那把可怕的反弃台枪瞄准的几率 只是他未曾料到的一件事 那便是方明开枪的目的 也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打中他 他起到的作用却是点燃照明 是照亮四下的环境 方明有的精神力探测 当然他不是用来给自己照明的 而是给他们 随着枪口朝天一声清响 雷者猛然间发觉自己被六名手持着冲锋枪 打扮怪异的人给围在了中央 黑洞洞的枪口一起纸枪过来 他握紧了权杖 在这六个人抠动板机的同时 猛然间将权杖的尾部重重地砸向了地面 一股无形的环形冲击波 直接向着四面八方飞撞开来 像地上的腐烂之夜都吹得是奔飞飘舞 六名来一楼楼一起量枪倒退 口中一血 体力直狂降了大半 突出的火蛇冲锋枪全部失去了准头 一击得手 雷者心中大地 顿时明白这六个人不过是以数量来 弥补质量上劣势的炮灰而已 只是此时斜刺里 骤然间飞来了一些银白色的寒光 直接击在了雷者的脚边 瞬间就将方圆十余米的地面冻成了坚硬的冰层 正是方年的第二道道树子弹射击而来了 雷者当然知道被冰冻住的恶果 但冷冷一笑 五根手指轻描淡写的在权杖上弹击而过 权杖顶端西乡线上的宝石呢 骤然间光芒闪动 顿时又发出了一道淡红色的环形冲击波 锁过之处 倒数子弹在地面上产生的银庄素果 立即是消融化解 看来雷者的权杖绝非是反物 同样有着相当奇异的能力 两个人截止目前为止 都不过是进行的小打小闹 见招拆招的试探 军不敢率先出动手里的重招 此时两个人军知道对手绝对不凡 A级以上的技能若是第一次施展 可能还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但是到了后来 对方有了心理防备以后 往往就应该有了相对应的策略 这个时候就应该是后发制人了 这是现在的雷者 他就畏惧着自己发出了 彗星火焰爆裂机时候的僵硬两秒钟的时间 会被那把可怕的狙击枪给瞄准 而方林的心中 也在评估着雷者目前所剩余下来的 可能还能动用的技能与底牌 对 是底牌 这雷者这么一个可怕的劲敌 若是没有什么最后保命的招数 他根本就不可能活到现在 而他的底牌 往往可能就是能够起到起死回生 力挽狂澜的最后绝招了 在这一等紧张激烈的殊死争斗当中 雷者的胜利 这就意味着他的敌人的死亡 方林的眉心微微一正 猛然间他控制着六名蓝衣楼楼 抛出了六颗手雷 均匀地分布在了雷者身体的周围 然后传来了一声沉闷的顿响 G4PS进行反弃裁枪的黑洞洞的枪口上 突然间冒出了大团的黑色耀眼光芒 然后拉出了一条灿烂的白光 长长的尾焰直达数米 在黑暗里更是声势惊人地激发了出去 武器自带技能 聚能射击 当机二 发动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G9 5 8 1 1 9 1 12 1